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迷你小兔子的狗只脚肠 喜欢的话大家跟我一起来学习吧 眼窝缝好以后我们用红色线再把这个嘴巴给它缝上 这里有一行鼓起的这个位置 我们在这里给它缝一个嘴巴 嘴巴我们是缝一个T字形就可以在其他位置给它穿过来 藏两针线这样会更结实一点 直接在鼓起的位置 看过来 等一个T字形就可以 三针就可以 先给我隐藏一下 嘴巴缝合好之后我们把眼睛用胶给它粘到这个我们缝的这个眼窝凹陷的位置就可以 眼睛摘好以后最后我们在头顶给它再勾两个小耳朵 大概在一二三第三圈的位置 我们在它的一二三第三圈背部中间这两针 我们在这两针引拔 先在右侧的这一针引拔 先在右侧这一针我们穿过来之后 把线引拔过来稍微留点线头 一会儿我们用缝合针把线头藏一下 引拔过来之后勾六个锁针 一二三四五六 然后我们再倒数一二倒数第二个变的针 翻过来 背面的里山 调背面的里山我们往回勾短针 一个短针 下一个针目 全程都是调背面里山 两个短针 下一个针目 我们勾一个中长针 勾针绕线 同样是背面的里山 把线带过来 绕线 一次带过这三个线圈 这是一个中长针 后面我们再勾两个长针 同样是调背面的里山 把线带过来 绕线 带过前两个线圈 再绕线 带过后两个线圈 这是一个长针 最后一个 调背面的里山 再勾一个长针 好 这个小耳朵我们就勾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下一针 引拔 好 引拔过来之后 同样是勾六个锁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和第一个耳朵勾之方法一样 调背面的里山 从倒数第二针 往回 先勾两个短针 然后一个中长针 然后再勾两个长针 好 两个耳朵勾好以后 我们在 同一个位置 再引拔一下 然后勾一个锁针 断线就可以了 拉紧一下 我们留一段线头给它 把这两个线头 我们给它 隐藏一下 缝合到这个身体里 隐藏一下就可以了 后面我们自行完成 耳朵缝合好之后 我们在耳朵和盐窝的地方 打上一点腮红 这个小兔子我们就割好了 你学会了吗 喜欢灵姐的作品 给点赞 加个关注吧